尖椒土豆片炒腊肠的做法 很家常的尖椒土豆片 加上腊肠铜炒 吸收料腊肠的油脂甜香 口味更浓郁料 腊肠两根 土豆一个 尖椒一根 姜适量 盐适量 酱油一匙 鸡精少许 花椒油少许 蒜适量 一土豆切片 用水泡一会 防氧化 去淀粉 尖椒切片 二腊肠茄切片 姜蒜切片 三锅中放少许油煎腊肠 煎出油脂 剩出备用 四锅中加少许油 下入姜蒜爆香 五加土豆片翻炒 加少许水炒至透明 加酱油调味 六加尖椒翻炒 加盐 鸡精 花椒油调味 最后加腊肠翻炒均匀 七成品 小窍门土豆片用水泡一下 去淀粉 防氧化 炒时加少许水防棉锅 使土豆片快速成熟 先加酱油 使土豆片吸收料酱油的味道 味道不寡 但腊肠先煎一下 煎出油脂 使腊肠有干香为甜的口感 啊 啊